其實是我的遊戲頻道 大家好,歡迎回到我的遊戲頻道 今天這集是我們的觀眾投稿 由我們投稿方 BLACKPING92246 綠色的 所使用是哥德爾 所投稿的是 經濟場團戰4v4 大家看這個界面應該知道 主播去買了比賽界面 我買的是 究極版本 跟大家講一下,究極版本 因為 感謝大家的支持,現在 主播有開營利了 雖然一天的收入大概 就 300塊左右 但也沒關係 反正大家喜歡世紀帝國 大家喜歡 這個頻道 那我要好好經營 好好投資也是應該的 那先跟大家講一下我這個界面 新增了什麼東西 我不知道其他 世紀帝國的youtuber 是怎麼樣介紹的 但我就直接給大家看 因為 我覺得太多界面 主播也需要熟悉,譬如說 像點這個 可以看到所有的 界面 所有的界面 這個寫得很詳細喔 所以 以後有機會我再一個一個慢慢講 這個應該 我不會去介紹到 我只是跟大家講有這個功能 然後有譬如說 我看一下 哇太多太多,等一下等一下 我以後再慢慢講好不好 因為主播需要 偷氣陣 那這邊也可以客製化把這個名字改掉 然後觀眾投稿 天梯團戰 1500加 你們這樣給主播製作應該很爽 但主播這邊 還要跟大家再講一下 因為現在光投稿 就已經爆棚了 大概有四十幾件 那主播不會每一件都播 主播會 看一下題材 需要跟大家分享的 主播會優先製作 那為什麼會做這一片 是因為 這一題的主軸是 主播請問 經濟場 4v4 遇到對手 土耳其地塊怎麼打 怎麼打 這個東西 主播其實很久以前就想要講 但一直不想講 是因為 這個東西跟 誰是最強遊俠 最強馬攻 我不敢講 就跟前幾集的西班牙寶推是一樣 主播只能教你基本的 反制方法 但是實際上的操作 要看你的控兵 看你的即時反應 依照你的分段 對手實力也不同 那這一場對手的土耳其地塊 強度多強 我不知道 我們就直接來看比賽 好那一樣喔 Black King的外加好基友是 畫面哥 畫面哥所使用的是 越南人 然後 對手外加土耳其 當然是高棉嘛 那這裡 先講泡面哥的視角 好了 泡面哥你對到土耳其 你等一下要怎麼辦 如果是主播的話 我未看先猜 呃 你看會開3TC 為什麼呢 為什麼呢 因為 新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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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論你外加也內加 而基本上 大家經常 我看到的都是開3TC 那你面對到這種 土耳其地塊的時候 基本上 你後面不知道怎麼反制的話 開3TC是自爆 因為等一下他火炮就過來了 加火牆兵跟僧侶 呃 搞不好 連城堡會一起插 那 泡面哥這邊應該是很難受 所以 主播建議如果 你是越南 假設以這場來說 你是越南 你對到土耳其地塊 呃 我可能會挖 石頭先 呃 單TC挖石頭先 可能是26春配置 加2 上城堡 10代 然後直接蓋城堡在家裡 然後升我們的裝甲 弓兵 那 裝甲弓兵他的遠城護甲 呃 呃 比較扛 那我覺得有一定的程度 克制到 土耳其 呃 這是第一個 那第二個 你需要判斷的是 對手的那家 是誰 像這場是 呃 這是誰 喔 高棉 你覺得高棉會來2v1你嗎 還是他會開農 你要想一下這可能性 那主播覺得啦 高棉就開農就好 因為高棉其實是一個後期文明 在競技場這張圖來說 那他可以打前置的話就是 弩炮 因為弩炮有射成加1 不太可能 城堡時代打大象 然後打騎士的話 很少見 那弩炮像的話也是需要有一定的經濟 左右 才能去生長的弩炮像 所以主播猜測高棉可能不會打前置 那這場是你 炮麵哥 對上土耳其1挑1的 這個 外加對外加 只要你有收入 等一下你的哥德 喔投稿方 Black King 可以去1-2 喔1-2 我覺得可以1-2 哥德可以1-2 好 那我們就直接來看 這個走向 那 主播開一下快轉 喔跟大家講一下喔 這個也是要 比賽界面的bro 還有這個快轉 難怪我前面 前面一集我怎麼轉都沒有這個攻 喔要花錢要花錢 要花錢 主播是真的很認真在經營喔 希望大家可以 多多支持 好 好 雖然界面我不是很熟悉啦 有 按這個嗎 卡住了 這邊 OK 5倍速怎麼沒有感覺 為什麼按5倍速沒有感覺 這個好難喔 比賽界面好多喔 我按這個10 50 沒有變 他不給我快轉 剛剛測試的時候又可以 哇 很多功能 哈哈 蛤 不快轉了 不快轉了 這個 界面叫主播好好轉播啦 不快轉 好啦 那看配置好了 這邊寫很詳細喔 呃 先看泡麵哥 抱歉啊 抱歉啊 白金 因為這邊 土耳其地塊防止的第一波就是你的外架有沒有守住而已 好 這個界面也不錯 然後 然後 點城堡 26村 城堡 那你是24村 點封建喔 24加2的話 沒有挖石頭 畫面哥沒有挖石頭 各位怎麼看 我覺得啦 如果是我玩這一場 我會26加2 然後4個人再挖石頭 然後點封建 從封建到城堡的時候 我大概會8個人挖石頭 看一下你的經濟量 哇 這邊 好 木頭 Wood 這裡 Food Gold Stone 跟大家講一下 好 你這邊的配置我看一下 木材 等一下可以開一個TC 對吧 2TC 那為什麼你這邊不能3TC呢 很大的原因是第一個 第一個你可能有配置錯誤 第二個 你應該是23村 或24村 就點封建了對不對 泡面哥 應該是 應該是 因為你現在是26村 這是26村 26人口 哇 這個究極版本 主播不會用 跟你講主播 這個界面還有很多東西 可以按喔 比如說像這個 科技 全部會跑出來 要這樣播也可以 要這樣播也可以 但是我沒有要介紹那麼多 我只是來講一下地塊 怎麼弄的喔 好 不好意思喔 六級版本喔 真的喔 很多很多很多東西要熟悉喔 提亮一下 提亮一下 好 反正 這個 趴邊哥是26村 到城堡時代 所以 這也是主播想要講的一個 重點 我認為競技場 你的 譬如說 22加2 24加2 26加2 這些東西配置會影響到 你的勝敗 面對這些 比如說 寶推 寶壓 燈旅快弓 土耳其地塊 敗戰亭地塊 箭塔流 庫曼 城堡馬爆加 裝甲衝車 很多戰術在競技場會遇到 那你遇到這些快弓喔 這些 你騎手的配置就很重要了 呃 比如說你22加2 這個是蒙古的 敵術 城堡配置 但是因為 蒙古有經濟加成 打獵加成 所以蒙古可以這樣玩 越南沒有經濟加成 對吧 越南沒有什麼經濟加成 那如果你想要挖城堡 去做防守的話 基本上是25村加2 或是26村加2 去挖石頭 你這邊才有可能 去做到一個城堡防守 面對這個 土耳其地塊 好這邊不說了 喔 高棉怎麼會來前置 欸 高棉不開農欸 單TC 前置 弩炮 凍莊長江兵 哇 這什麼 很少見 高棉不開農跑來前置 那這邊泡麵哥你完蛋啊 你要升天了耶 呃 那我想知道 Black King你知道他 2V1嗎 被2V1命嗎 等一下 這邊赤猴有看到 這邊赤猴有看到 這邊OK 這邊OK 那你泡麵哥 知道要被2V1了 那我想看你怎麼防守 我等一下再來說 好3TC 經濟量這邊 也OK 那我想看你等一下 什麼時候要蓋城堡 還是弓箭場 還是修道院 五奈這邊有弩炮 那修道院沒有用 修道院沒有用了 怎麼辦 你被2V1我看一下 主播這個遇到我 我自己的話我要怎麼擠喔 弩炮加長槍兵 這邊 射箭場嗎 3TC射箭場 有這個 火炮加射箭場 那越南很難打耶 這邊我覺得哥德尼趕快開農 趕快 4TC開農 趕快到地王 看你要直接集結點突爾西加 還是要直接幹高明 都可以 我主播建議你直接先去幹那個突爾西 因為突爾西他前置 他家裡一定是空空蕩蕩蕩的 那越南你能守多久就守多久 大概是這樣 如果火槍兵很多陣地戰點要在這邊的話 我覺得哥德不要上去喔 哥德有很多步兵嘛對不對 你沒有其他單位你就是步兵 那步兵是被火槍兵吃假的 你與其來救他不然 不如直接去撞這個 突爾西如果是我的話我可能會這樣 好啦 沒意外 突爾西地塊來了 有一時間21分鐘 突爾西地塊來了 老實說這個地塊有點麻 那沒關係啊 團戰1500 好 那由於無法快轉 我想再試一次可不可以快轉 阿不行欸 欸是不是我弄錯還是什麼的 好吧 主播功課做不足 晚點再來研究 好 泡麵哥出小弓 嗯 小弓喔 小弓你對這個火槍兵要兵走位啦 但是喔 你忘記了 哼 他叫小 他叫小兄弟來 不弩炮 而且射程是7加1 你這樣沒有強弩兵 射程是被屌吃 我覺得泡麵哥要爆炸了 而且這邊沒有城堡 然後還在蓋農田 我覺得這邊不要開農太多了 趕快升軍事單位壓城堡 好 壓城堡 這邊我講太多好像也是紙上堂兵欸 因為其實喔 我覺得蘇格奇第一塊在競技場是 前五強的 就是套路 基本套路但是前五強 喔西班牙寶推 單挑很強 但團戰我覺得 蘇格奇第一塊比 西班牙寶推更強一些 好啦那現在弩炮過來啦 他壓火炮在那邊咻 那這裡主播覺得啊 炮麵哥 蓋圍牆可以 但是太晚了 第一個這個十強太晚 第二個沒有城堡 第三個你沒有出戰毛 你是越南你戰毛血多 可是你沒有出 你出這個弩兵嘛 被戳甲的 特成五 這個弩炮 七加一八嘛 這個咧 十二嘛對不對 那這邊哥德爾怎麼辦呢 你隊友怎麼辦呢 老實說到這個在不田地 欸 Black King這邊蓋城堡 不要吧 啊你村民還沒來耶 要爆炸喔 不要喔 喔你趕快開農 譬如說你城堡蓋這裡也好 守住你家 讓這個 泡麵哥來你家發生 然後趕快農 然後等一下出關去救作用 喔這城堡不推薦 呃我可以篤定說這城堡不推薦 而且有可能是道卡手 蓋蓋火炮一發爆炸 來喔我看你喔 很危險喔一蓋嘛 這邊火炮沒來射 哇這個如果直接射到的話 直接掉兩 六百五十石頭直接GG了 喔很危險喔不要這樣 喔這個不推 這個不推 那你村民這樣過來 你要在這裡蓋城 對不對 泡麵哥你什麼時候要搬家 好那現在泡麵哥把一些村民搬走 來這裡開TC 這邊農田喔 其實對越南來說其實過頭了 剛剛其實你只要趕快挖石頭 或出戰矛 趕快出戰矛 然後 拖久一點 邊打邊退 邊打邊退 村民如果你要發展的話 好假設這個哥德爾要來蓋城堡 好了 我們有說好那來蓋城堡 可以可是晚了 然後你們發展要慢慢退 慢慢退 往這邊發展 往這邊發展 慢慢退 啊如果真的控兵不好的話 就是這樣蓋城堡 然後去修 拖延 只能這樣而已的 因為主播沒有什麼好說的 對面對這個做得挺奇怪 那坦白說這個土耳其喔 他不用跟你在這邊玩 他趕快去打這個哥德爾 趕快去打這個哥德爾 所以土耳其陣地戰是有弱點 因為你這邊城門等一下他還要拆對不對 他還要拆 然後他還要打到哥德爾這邊的時候 可能哥德爾已經出關了 所以下次你可以早點搬一些村民過來發展 然後出一堆弓箭 場然後戰毛去跟他們弩小 用X陣型去點這些火炮什麼都可以 那最好的方法就是我說的 26加2 直城 蓋城堡 裝甲工兵 直接集結點在這個地方 他城門這邊 裝甲工兵在這邊 然後 從他家裡慢慢打 慢慢打 慢慢打 慢慢打退 然後邊打邊退 然後拖延時間 給哥德爾 發展的機會 好 那這邊看樣子是守不住了 這裡 土耳其還是繼續在拆這個城堡 所以這個城堡其實有做到作用 而且騙到很多時間 然後我不知道為什麼為什麼土耳其沒有突破槍兵啊 然後波斯過來亂 波斯蓋城堡來這邊 然後瑪雅這邊1打2 瑪雅1打2 OK的沒有溝通的話 OK 因為瑪雅小 工兵便宜 打 犧牲play其實OK的 加上羽毛射手 還蠻堂的 這邊 這邊也沒有在進攻 好 怎麼辦我看不懂啊 那這個 波斯算MVP囉 他來這邊幫你打 高免 然後等一下 哥德爾直接去打 這個 土耳其 他的家 這場就贏了 這裡推進很慢啊 還在打這個 這是結束啦 這是結束啦 我好想知道結骨 呃 主播覺得這場結束了耶 因為 為什麼主播不敢 不敢講這個 土耳其 因為 高端的 土耳其很強 有時候強到 其實主播知道怎麼克制 可是要比控兵 還要比手術 生女在那邊招來招去 招火炮什麼的 投石車 砸來砸去 幹嘛的 那些克制方法 其實跟新手講 沒有用 因為你們知道怎麼用 可是不知道怎麼操作 還是會死 然後可能會覺得 喔 主播講錯 所以這個話題 其實我不太敢講 就跟前幾天我講 那個西班牙寶 對是一樣的 我只能講基本配備 凡是配備 但其他都是要看 操作者的 機體 好 現在終於來打 哥德的家 等很久了 等很久了 但是哥德已經 要轉劍勇了 那這邊泡麵哥 你這個圍牆把它全部滴掉 好 給Black King過來 收割就可以了 好 記得要開X陣型 用包圍的方式進去 那個魯胖會被你吃掉 好 這邊 先送一波 喔 高棉的長槍兵 我不知道為什麼 上去送了一波 喔 然後這邊沒有火槍兵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突然間沒有火槍兵 阿 你的射箭場勒 大哥 你地塊學一半耶 阿 你打哥德不出火槍兵 那你出怎麼了 這邊是不是GG 沒有 全部都遠程部隊 沒有 沒有那個陣地戰的那個 火槍兵 下載兩隻 加兩隻生女 趕快把牆滴掉 然後劍勇走進來了 結束了 這前置掛 滴滴滴滴滴 對對對 喔 現在騎士也過來了 一起幫忙 對 沒錯 開X陣型 喔 沒有X陣型會被掃喔 哇 這樣很危險 喔 這個 所以我說要控兵 要有陣型 這個要開X陣型比較好一點 算了啦 輾過去了 火 火 火炮 幾台啊 12345678 八台 八台火炮 喊GG了 OMG 這個是什麼東西 結束了 這地塊算地塊嗎 怪怪的地塊 結束了 喔 瓦解了 所以喔 正死了 主播講這個其實好像沒有用 就是每個分段的 朱爾奇地塊的強路不一樣 呃 我直接復盤啊 呃 旁邊哥這裡是 旁邊哥這裡是 前期26春加2配置 穩穩的去蓋一個城堡 出騰甲工兵 集結點在他城門這邊 慢慢打 而且如果你有集結點在這邊的話 你知道高免要來的是2v1 那你要做出什麼對應跟哥德爾 再去商量 OK 呃 越南這邊我就只能講這樣的 其他什麼單挑生女出生女 去招什麼投石車 還是要用肉麻去解什麼的 那個我都不說了 那個我都不說了 喔 因為這場也是越南 那哥德爾這邊呢 你就是開龍 其實哥德爾這邊也沒有做出來 你要來幫基友也可以啦 他也拖到時間了 老實說 那我覺得問題很大 是這個土耳其 他有地塊沒有錯 可是他火槍 為什麼他弓箭場只有一個啊 然後後面才蓋這兩個 可是沒有火槍邊啊 然後結束了 土耳其的地塊陣地戰 只要這樣被瓦解 他後面就跟廢人一樣 因為家裡沒有經濟 就算這邊打不贏 陣地戰打不贏好了 環戰4v4 假設高免像現在這樣子 被這個波斯牽住住的話 趕快土耳其 呃 哥德爾直接集結點在土耳其家 他一個城門只能撐30秒 然後他以太清晰下 家裡應該是沒有防守的 直接哥德爾會直接進去 火槍邊也沒有 直接爆炸了 升天 結束了 所以土耳其地塊你說 強不強 很強 要看對手強度 難不難防 也是要看對手強度 那大概流程 主播已經告訴各位了 我分享給各位了 那就結束了 觀眾team victories victories 上面很多這個 村民術 都不說 因為這場主軸是 土耳其地塊 好 那副牌也講得差不多了 最後我會在影片下方去 簡單的介紹 補充 土耳其地塊 他哪裡強 他的弱點在哪裡 但是是一個 基本套路而已 不是一定 不是一定 因為其他要看超主軸的機體 那這集的 觀眾投稿的轉播 就到這裡給我登錄 希望大家會喜歡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